第四十八话 蛇则利显 我们可从来没有在丛林里作战的经验 岸上的蛇头雕像造得很是高大 看着就让人心里发怵 应该也是为了震慑靠近的人 大侄子 你说这世界上还真有这么大的蛇吗 亚马逊有一种蛇叫森染 可以长到十米以上啊 我曾经在纪录片里看过 最大的一种蛇可以长到十米上 重量可以达到几百斤 那吃咱们那不跟玩似的 师叔 这里应该没有吧 这雕像只是用来吓唬人呢 但是我们所在的区域 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蛇 至少我希望是这样的 小船继续往前滑 进入了蛇族的领地 这时师叔是大叫起来 他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 大侄子 你有没有看到 你有没有看到 这船下面好像有东西游游过去了 我左右看了看 并没有发现什么 师叔 你别制造紧张气氛啊 我真的有看到了 师叔坚信他看到了什么东西 从船下游了过去 而且这个头还不小 正说着话 这小船是猛地震动了一下 有什么东西刮蹭到了船底 那我就说这水里有东西吧 我拿过背包 在里面找到了砍刀和一把枪 如果水里真有什么大个的东西 我们完全是没有胜算 要尽快回到陆地才行 师叔 这水路看样子不安全 看能不能找到可以杀岸的地方 我从来没用过枪 但是这种时候 比起我会的那些东西 刀枪好像是更靠谱一些 师叔 这枪怎么用啊 上膛 然后开保险 我指着一处树木稀少的地方 让师叔把船靠过去 师叔 就在那上岸吧 师叔为了脱险靠岸 他也是开足了马力 这小船一掉头直奔岸边 就在离岸边还有十来米的时候 船身再次被碰撞 一截和我腰的粗细相仿的蛇身 露出了水面 这一次我是看清楚了 这是一条体型巨大的蛇 我冲着水面就开了枪 砰砰砰 三枪 同时提醒吓得发愣的师叔 快些把船靠岸 师叔 快靠岸呢 你怎么傻了 此时 师叔是再次奋力 划起了船 你做文夫好了 大侍子 不等小船挺好 我就跳到了岸上 回身去拉师叔 师叔 快上来 我一回头发现 跟随而来的大蛇 此时已经冲出了水面 咬向师叔 我把他甩到岸上的同时 一刀砍在了大蛇的身上 大蛇吃痛 直接就回到了水里 我拽着有点吓傻的师叔 直接就往林子里跑 还没等进到林子里 就感觉这脚脖子一紧 有东西缠住了我的脚 是大蛇的尾巴 还没等我做出反应 直接就被拽到了水里 大蛇子 大蛇子你撑住 透过水面 我能看到师叔正从包里翻枪 他掏出了一把喷子 冲着水里就开了枪 根本就没考虑过 到底能不能打到我的问题 他应该是急昏了头 大蛇在水下把我缠了个结实 我保留了一只握刀的手在外面 没有被束缚住 大蛇是冲着我就咬了过来 我拼命地向后仰着头 避过了这一下 一仰手 把刀就砍在了大蛇的脖子上 大蛇吃痛一挣扎 我的刀就脱了手 大蛇放开我游向了一边 但是很快又反身游了回来 我拼命地游向水面 但是在水里我没有他的速度快 好在我伸手还算灵活 再一次躲过了他的攻击 我顺势拔出了那把 砍在他脖子上的刀 准备再跟他拼命 此时水波震荡 一个庞然大物入了水 是师叔 还带着那把喷子 接连向大蛇开了几枪 虽然是在水下面 可是散弹还是把大蛇 打得是千疮百孔 沉向了河底 流出的血 把这河水染得是通红 此时我是一口气 已经憋到了极限 奋力地游出了水面 我们二人是狼狈地爬上了岸 我的腿是不是被蛇咬了 怎么这么疼啊 师叔说他腿疼 让我给看看 我一看就乐了 师叔 确实是被咬了 但是不是蛇 一条是满嘴厉齿的鱼 挂在了他的腿上 大蛇子 你看河里 这时啊 我们两个回头 瞅到了河里 都是一惊啊 那条大蛇的尸体 浮到了水面上 一大群那种长满厉齿的鱼 正在抢食大蛇的尸体 被吃的是破残不堪的大蛇 突然是高高的跃了起来 看清楚了才发现 它是一条更大的蛇 把它顶了起来 哇 这怎么怎么还没完没了了 刚摆平了一条 这又来了一条 而且个头还更大 这回可不能正面硬钢了 我拽起师叔 就往林子里头跑 师叔逃命的同时啊 还不忘开枪 但是散弹并没有 阻挡大蛇的攻势 在我们身后是紧追不舍 有一句话叫做 慌不择路啊 我们认准了一个方向 直接就往前跑 可是没想到 前面根本就没有路 又杀不住车了 我们二人是一起 就从这断崖处 跌了下去